大家好,我最近也听到一些YouTuber 觉得做YouTube越来越难 那些YouTuber当然有些是赚钱的 或者是副业来的 我这个频道没有赚钱 但是我都觉得是越来越难的 因为YouTube也有很多政策的改变 使得越来越容易 究竟有没有踩到界 或者有些机制人家投诉 不赞 就会使得你的消息就会少了 我都觉得有人都会留言 你这个频道好像不是很多人看 其实就不容易 尤其是做目者 做YouTube其实不多人这么做 那我都很多时候有人问我 你做YouTube在教会有没有压力啊 那我都会回答他们 那我就觉得我自己最近是减产了的 那因为一些原因 那我不如就一次过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都会转一转 policy的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就觉得 都是不要录那么长了 很多时候20分钟至30分钟都是太长了 那我想 那未来我都会转 就是大概是10分钟至 是的 15分钟左右 那就很收口了 除了一些访问 那说回一个题目呢 就是传道人目者做YouTube有什么难处呢 那其实第一个最重要的难处 就是时间啦 其实我们真的很忙 那我减产其中一个原因 都是因为时间 因为大家如果有跟开我的频道呢 就是我都有很多传方的工作 或者最近都是有个团契 在某个区里开荒 那你不可以毕武政业的嘛 对吧 那你所以你都是要做回 你传道人的本分 教会的事工探访 那些全部都要做完的 那些人就觉得 我要squiz很多时间出来啦 那当然啦 第二个困难呢 就是那个时间不够 大家都明白的 这个不用去刻画很多 但是第二个困难呢 就是你handle时间的时候呢 那其实人家都有不同的看法的 那其实我们教会有些 电影节目很好的 那他觉得 喂你就是 这么多时间去做不同的事 因为其实我不是 但是做YouTube 那你会不会太辛苦啊 那这样 那其实可能背后呢 就是会讲到 就是你用时间用成什么先 你一个牧者在一个侍奉 那你休息的时间 应该休息的啦 那我想其实呢 我要澄清呢 就是我都有跟他讲的 就是对于休息的看法 其实就是我做YouTube 用我自己公余时间做 就是其实过往那些呢 你可以说 我全部都是 封锁了教会的需要 我要做的东西 那跟着呢 我用其他时间来做YouTube 就是包括 我是一man band来的嘛 是不是啊 录影啊 如果需要的话 要剪片啊 或者是 就是做一张的 一个宣传这样 一个thumbnail这样的图像 那都是我做的嘛 或者上了字幕啊 那绝大部分都是我做的 那变了 那变了 就是我当是一个hobby 那样呢 那其实尤其是初期呢 都挺hobby性质的 就是说 你做 试一下反应啊 去看看这些题目的人是怎样的 其实真的挺有趣的 那这个不是工作来的嘛 变了是一种就是 尝试去 去 去 在我有兴趣 在YouTube这些媒体的平台 去做一个channel出来 就是hobby 就是如果我把所有时间 放在那些hobby 是砌模型的 有些人 有些人不断打球 那我也有暂时会打球的嘛 或者是就是看电视啊 看剧啊 那样的 其他样的嘛 就是那个 那个休息 不是说你零做 什么都不做叫做休息 是吧 那休息是其中一个 就是当然你的身体要休息 这个这个是必须的 我都有休息 我睡很多觉 其实都 那些人以为我不睡觉 其实我都是睡很多觉的 只不过睡觉的时间 可能和大家的时间不同 就是有时我们可以在五间去补免 那样 那有些工作就不行的 所以我不是不睡觉 那但是就是其中一个休息 或者就是relax的方式呢 其实我听很多音乐啦 那还有relax的方式呢 是你做不同的东西 你做不同的东西 或者有兴趣的东西 那其实就是做YouTube的过程 是很有趣的 很多地方都 那当然有它的难处 好像今天这么说 那变了就是 有时要解释这件事呢 那你始终都是做 那你始终都是做YouTube的 那这样 那其实 那样东西有时都挺难解释的 这个是我其中一个特别的难处 那另外一个难处呢 那当然 有一个难处是挺难的 做一个channel 那就是话题了 那其实 那绝大部分YouTube的channel 尤其是那些目者 传道人呢 他多数是讲圣经的 或者圣经related的东西 那我的channel 会讲圣经啦 当然 也都有讲圣经related的东西 那但是 我是比较阔一些 那些人说你做YouTube 你都可以最初给我意见 你收窄些就是做某样东西啦 那样 就是可能讲圣经 你只是讲圣经 你不要讲其他那些话题啦 那其实我正正就看到 就是 在一些目者的里面 无论YouTube 或者这类的资讯呢 是比较窄的 是的 当然啦 就是我都有表达过 如果要评论一些东西呢 是要小心啦 那但是有时 没有什么point of view的 就是有一件事发生 你知道现在的资讯很快的 新闻很快的 那你有没有一些 某些目者 华人方派的目者的角度 来到去看呢 那我发觉都是少的 那但是 当你要做的时候呢 就是选题材呢 就不容易了 那你选题材 和你要控制的题材 其实是要时间去消化 就是有时不是正比的 那个回报 那意思就是说 我可能放很多时间去准备 这个题目 看的人其实不是那么多 有些呢可能说一下 不是说就是 放很多时间 有很多人看的 有时就是你 你不是很知道 那个受众的需要 那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 不容易的地方 我想每一个channel 它能够继续下去 就是你那些东西是有内容的 所有内容 就是你有的观点 我们这些没有啊 看样子又不是特别英俊 是吧 就是很多channel 其实你怎样可以生存呢 其实就是我们牧者 我觉得看我们的观点 怎样处理一些事 怎样看 也都不是说是对的 所以呢 但是另外一件事就是 当我们这个channel 或者我这个做去向外的时候呢 任何人都看到呢 全世界人都看到呢 那你就会受到很多 去到公海的所谓 就是受到很多挑战的了 那其实 在过往都有提过一些片的 你可以找回 或者我放一些 在最后那里 让你按 就是说 就是有人呢 会挑战你的 喂 你那个channel 你摆的时间 要多些剪片哦 但是其实有很困难啊 是不是啊 那就是很多不同的意见的 但是我都经历到有个 就是有时候有些 给个意见之后呢 我去回应啦 我去改善啦 那呢 他们是appreciate的 就是很有趣的 但是也都有一些呢 就是他忍去他的姓名 跟着呢 他就说很多东西 就是所谓 有些 就是很多意见的人啊 或者甚至是haters啊 或者甚至有些觉得自己是 为正义伸张的 那所以呢 他就留点言 但是他又不表定他的身份嘛 就是我们再明白 他再暗的那样 那 那 这个是压力来的 就是每一个YouTuber 都有面对的压力 你做得怎样好呢 都有人批评的 那其实做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但是YouTuber是公共的嘛 就是有个公共性的 那很容易被人批评啦 那另外一样被人问的最多的一个难处呢 就是 就是你在教会那里侍奉的嘛 那你说的东西 是不是就是 教会里面内部有人会挑战你呢 就是或者为你 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可能 你说的东西是不是代表教会啊 影响教会的形象啊 那这些这样的 那其实呢 我是很感激教会的 就是我们教会呢 有一个很清楚的 叫做social media policy 就是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些处理的方法 就是给全道人去看的 就是有个原则呢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这样讲话 就算你跟我face to face 去讲话 我在教会 讲道 其实教会讲道也有个公共性啦 教会的崇拜 随便有人可能来 那你会欢迎他的嘛 有个公共性的 那但是就是 YouTube就特别公共啦 是不是啊 这些公共场合 那但是 就是无论你讲道 无论你和人讲话 你私下讲话 无论你social media 就是譬如你whatsapp send的message出来 包括message 包括like 包括wechat 所有东西啦 还有这类的YouTube 或者你不是YouTube平台 但是都是这些这样的媒体的影像 那你说过的嘛 这个全部呢 都是他有定义的 就是你的 总之是出于你的呢 就是你的一个见证的隐身 你说话的隐身 其实不是隐身 都是你自己的东西啦 就是你要为这些东西去负责的 那这个其实是很合情合理的 就是说我现在YouTube 我说的东西呢 我是不怕被人知道 是吧 因为我预计了YouTube 是有人看的嘛 我的会友都会看的嘛 这个是我的人的隐身来的 那所以其实每一种媒体 有它的功能和特色啦 但是总是有些人会觉得 就是你YouTube 你很想出名啊 或者怎样啊 那其实如果靠出名 都不是用这种东西出名啦 甚至可能你这样做的 出了臭名都不行的 是吧 你说错话你要负责的 或者你说的东西 你是要承担责任的 也都真的有人呢 就是会拿着你的视频去 觉得说得不好 那甚至呢 我迟些会说的 就是我被人 就是是我bullying 因为人家bullying我呢 是吧 就是会 要处理一些东西啦 那这样 我觉得是挺难的 但是教会有这个policy啦 还有就是其实我没有在教会 很公开很多时候去宣传啦 当然啦 但是就是我自己去检视了很多次 就是譬如我说的东西呢 其实只不过这个场合 我用YouTube有时候 是方便一些去组织 或者我已经讲一些观点 你譬如说到不是那么密的嘛 我不是需要每个星期说到啦 团契这样的那些小组的情况 也都不需要每个星期去讲啦 有时候现在的世界变化那么多呢 我觉得就是我能够用YouTube的平台 可以很快有个回应呢 其实是一个优势啦 就是我可以把我的想法 表达给《电影节目》听啦 那当然他看不看一件事啦 但是有时候有些《电影节目》聊天呢 讲到某些问题呢 因为我录了四百多条片嘛 那当中起码有一半以上 都是一些专行的题目来的 就是我觉得是绝对是 跟我信仰或者我牧养是有关的 那我就说我给这条片你看 那是不是方便很多 现在是不是我录了我的观点 除非我变了观点 或者就是又不方便 就是那个人不方便看或者怎么样啦 或者我直接都可能讲一下 但是那条片会补充一下 其实这些现在是一个新的 不是说新啦 就是不断变化的时代 就是我们用科技呢 可以这样用的嘛 那所以我就尽量解释给《电影节目》听 就是有它那个好处的地方 就是起码我是可以省了一些时间的 某个程度 也都处理一些观点 我整理完我不怕被人知道 我公开地被人知道我的观点 那当然你也会引来一些批评的 可能是你讲得悶 或者你的point不够啊 那我都经常说要谦卑学习 是吧 但不是因为这样我就不做的 是吧 也都其实我讲不讲哪个啦 我教会都有不少《电影节目》会看啦 那有时候都会回应我啦 那当然有些看了就算啦 可能他不同意 最好其实就跟我谈一下 其实都会帮到我的 那有些就会 你讲得好啊 那我就知道 这件事会帮到他喔 那有些都会给一些意见我的 那最特别的就是 因为有时候会收到有些教会的新朋友 或者有些特兴姐妹 有时候不是经常见啦 那突然间跟我讲 我有看你的频道的 那我看了哪一条 但是我都会多谢你支持啦 那所以其实是很有趣的 那但是也都是一个难处來的 就是你那个人要去面对这个心理 那所以就是想给大家知道 一些心路历程啦 一些难处啦 那我希望可以继续去改善我的频道啦 其实都有一些东西会支持的 但是主要都是我自己做的很多事情 事实上是需要多些鼓励啦 那刚刚过了2700没多久 但是其实看的人也都不是说 很大的显著的进步 因为他那个他看你不够like 他就派不到出去 就是演算法派不到出去 那变成了就是很需要大家去支持的 我觉得这些频道 那就是除非你说我胡说 那如果不是呢 就是我觉得是可以多些啦 去支持啦 那有些人很有趣的 最后讲一件事 他说你做这个频道真是好啊 就是听完有些 我真的觉得有帮助啊 但是又不太见他真的like啊 或者是留言啊 其实是需要更多支持啦 如果不然就是我们很难做的 就是这样啦 希望大家明白啦 那希望大家都用你的方法继续支持啦 OK 那说到这里为止啦 拜拜